昨天離婚了 喔 不意外 不意外 不意外啊 她本來就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這幾天有碰到嗎 沒有 我就從那一次再 對到 再也沒有遇過她 她是在天龍國的人嗎 我住桃園 她也很少上節目吧 因為她自己有聽嗎 對啊 她都在講兩性關係 我先想 其實慢諷刺 我還有上去聽過耶 你是上去聽的嗎 沒有 我就是 欸 學長好 然後我就下來了 是她拋棄我 不是我拋棄她 她的說法是說 我在用我的方式愛她 那也是她要 對…她的意思是這樣 但現在在我聽來 是不是 你覺得 男生如果這樣回應 就大方一點說 我就不愛你了就好了啊 為什麼要說 我覺得你在用你的方式 在愛我 你不會說愛我女朋友嗎 我是聽 我就是聽到 她跟人家去唱歌 唱歌叫什麼 她就是 她前女友啊 對 然後她沒跟我講 然後你們就吵架 然後就順情的 也沒差 我就問問她 然後她就變小燈學生 什麼 學生嘛 學生嘛 所以她從從來 覺得怎麼樣 有看 沒有抗拒 其實沒有什麼抗拒 我其實還蠻拿得起方向 我覺得她 她都偷說很愛她老婆 她老婆想要生小孩 但她這輩子都不想生這樣 你又不意外了對不對 小孩可能會阻礙她很多事吧 因為她是一個很自由自在的人 就是說走就走的旅行的那種人 那妳是哪一種 居家 我巨蟹住我居家 喔 因為她是初戀 所以已經很久了 真的很久啊 不戀了嗎 對啊 她是我學長啊 喔 三十年前 還有七次 三十年前的是 有喔 妳還記得 不是我還記得 她們一直提醒我 那妳現在感情穿過 還OK 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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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圈外的 圈外的 我不叫圈內的了 在裡面不叫圈內的 她幾年了 欸 一 不到一年吧 欸 她跟我現在共修 就叫師兄 她叫我師姐這樣子 我們都這樣叫 對 對對對 但是年紀 妳比較 欸 比我小 小七八歲吧 也沒有開不開心 我覺得反正就是這樣 我也四十七了 反正我又不結婚 對不對 對啊 對 好 嗯 現在都在還債 是喔 嗯 現在是屬於還債階段 期待 後續的行為 後續的行為 我們就好 謝謝 我們 我們就好 謝謝 我們就好 我